金鑽之子來了 金鑽之子 金鑽之不贏家 你好... 你好... 今天我們回來要 開始要分級包裝 就是我們要去台北 或是去一些店商 那很難耶 要什麼弄 我們要用分粥的 分粥的喔 太好了 困難了你起來 好啊 你怎麼這麼乾脆 你什麼... 因為我也想學怎麼用懂 供出鳳梨可以分級 好乾脆 其他人要幹嘛 炒飯 料理 炒飯我可以 炒飯我可以 那你們去炒飯 我帶誰去炒飯 你要分級的來 你們兩個還是在炒 好啦...就這樣... 你至少煩 來 怎麼分級 像我們現在採回來 我們先來敲兩顆看看 對 先敲這個 這個什麼聲 蠻紮實的 骨聲 你看 我一聽就叫骨聲 然後我們會看它的形狀 對 跟果皮 像這個就還滿... 就是它有圓 還滿圓的 然後果皮沒有什麼裂洞 對 然後我們就... 這是哪一集 這是第一集的 這是一集的嗎 對 然後把它放到這邊 對 第一集是... 厲害的 電商宅配的 要敲了 再說 這集的 在這裡 聽聽看 好 清脆的 怕怕怕 這個有一點洛生 肉聲... 這個就要在最後一等級 一等級 因為這個不耐儲存 來看一下 他真的有在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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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脆脆的 來 檢查一下 這個可以啦 這個大概在這邊吧 可是他剛才聽的聲音是脆脆的耶 對 他好像是鼓聲耶 鼓聲啊 就是這樣 脆啊 因為它脆的東西 就比較深啊 好 這個就很清脆了 就是鼓聲 怎麼辦 對 第一集 然後但是你看它還要再看外表 我們還會再這樣轉一圈一圈 因為怕它有些會有裂骨 裂骨 對 裂骨 來喔 我們要做的是鳳梨炒飯對不對 鳳梨蛋炒飯 那為什麼會有果汁雞 就是現在的生機飲食 那再來就是現在很流行的 就是綠拿鐵 這個是 雨衣 橄欖 雨衣 橄欖 橄欖 然後就是所謂的綠拿鐵 是 所以我們在炒飯之前 我們現在做這個生機飲食的果汁 對啊 不然我等一下碰到它 不然我這個用手會比較好操作 你看 你自己看 沒關係 你自己看 不是因為我手沒有手套 我怕會把那個菜 就是這支 這支 用甘蔗的支是不是 對 就是大概三分之二杯 三分之二杯 這比例大家記清楚了 我在家可以自己做 三分之二 二 這樣差不多 對 好 這糖 然後再一點水 甘蔗 水多少 水的話就會半杯 水半杯 半杯 一個是三分之二 一個是半杯 不要那麼甜 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養生的 好 有一點甜度就好了 然後你要攪拌 我跟妳講這個 我跟妳講這個 這個我小時候 就是常常會打這個生肌飲食 這個對身體超好的 好 再來 就可以喝了嗎 那沒要加嗎 這麼簡單 我要拿鐵 拿鐵 你吃飯 牛奶放上面對不對 你如果有需要牛奶你就加 好 是奶蓋的概念嗎 奶蓋的概念 好好喝喔 它真的是清甜耶 它沒有菜的味道 我想加加看 牛奶喝起來的感覺 可以加多一點 要加很多 加多一點啊 可以加多一點 喝喝看 加牛奶 味啊 這樣 感覺怎麼樣 有啊 它的那個牛奶 加下去多了一個 那個果汁牛奶的感覺 有不一樣的味道 好喝 這可以賣 好喝喔